好 像是夏天 應該這個就蠻多的 兒童常見病毒感染 那相信有孩子的爸媽媽 應該對這些病毒都不陌生 但是千萬不要以為 這些病毒只會感染小孩 其實也是會感染大人 譬如說腸病毒 腸胃道的症狀病不多 它基本上就是發燒 然後嘴巴裡面會有泡 這個會有破洞 會有水泡 會不能吃 喉嚨很痛這樣子 唯一有合法吃冰的就是 對... 他的感染途徑是 吃到腸胃道以後 再感染到身體感染 所以他那個腸胃道 只是他的旅館住一天他就走了 沒有要破壞他 是這樣子 大家聽到腸病毒 應該都會記得有一個 比較恐怖的行別 叫腸病毒71型 這個行別是所有腸病毒裡面 比較容易會重症的 醫生你看得出來 他是哪一型嗎 很抱歉 我們看不出來 但現在有這個抽血的快篩 所以我們有些有住院的孩子 我們就會抽血 另外剛剛看到第二個病毒 叫腺病毒 腺病毒就是在秋冬比較多 那就會發高燒 咳嗽 然後喉嚨腫 眼睛紅等等 就是每個孩子的腺病毒 症狀不太一樣 每次得到腺病毒就說 你不要期待他一兩天就會退燒 少說燒個三五天 心裡有個預備比較不會慌張 在軍中常常在新兵訓練營裡面 腺病毒就是其中一個 會把大家搞很慘的 因為大家都抵抗力很差 因為新兵都被抄得很兇 然後又住得很近 對 用到誰的毛巾 用到誰的內衣內衣 對... 所以新兵常要進去的時候 如果有大規模的這種發高燒的 搞不好的 就是也是腺病毒的感染 那懦羅病毒跟倫狀病毒 大家在新聞上比較常聽到了 所以我就不特別講 就是會常味道嘔吐 腹瀉等等 這個沒有發燒的 其實小孩偶爾也會 不過他的發燒就來得快去得快 確定他不要脫水就可以了 那呼吸道融合病毒是大部分 因為名字太長 大家都記不得 但其實在帶小朋友 也是會發高燒 也是會咳嗽 也是會讓你這個病程 拖個很長一段時間 所以我們也有快篩 所以現在在門診一般來講 腺病毒 流感病毒 跟呼吸道融合病毒 是可以三個一起篩的 最後給我特別要提醒 這個人類泡疹病毒 為什麼 是因為 泡疹病毒大家可能都 大人可能自己都知道自己會有 如果壓力很大的時候 嘴巴會出現一個水泡 會麻 會痛 然後過幾天就好 那就提醒你自己說 我這幾天要多休息這樣 可是這個泡疹病毒 不是當天才到你身上 它在你小的時候 就已經跟著你一起相處一輩子 所以這泡疹病毒 是哪一個時候感染的 就我們兒童時期 有些人感染到 泡疹病毒的時候 第一次感染他會發高燒 喉嚨又破 你不覺得這跟我剛剛講的 一個病毒很像嗎 對 就跟腸病毒很像 所以不要說病人搞不清楚 爸媽搞不清楚 連醫生一開始 這兩個疾病常常會分不開 我們就常常碰到這樣的一個 不只常常 而且是有發生過 比較糟糕的案例 就這個病人在住院 發高燒 嘴巴破 然後我們就說 你這個大概是腸病毒吧 我們就看著小朋友都不吃不喝 收他住院 住院到第二天 第三天 泡疹病毒的症狀跑出來 他牙齦開始會紅 會腫 會流血 那就跟腸病毒不太一樣了 那我們看他手腳都沒有疹子 我們就說恭喜你 你得的不是腸病毒 你這個是泡疹病毒 這樣會比較開心 你有沒有看過嗎 對 開心對不對 30秒 好你告訴我 不是腸病毒 很痛苦 隔壁兩床都腸病毒啊 你不是把我關在腸病毒間嗎 就是說那你這樣物診 害我跟隔壁這個腸病毒的病人 住在一起兩三天 這樣不會交叉感染嗎 其實還好 因為在病毒感染的時候 我們身體的免疫系統 會整個非常的提升 很高 所以也不會因為這樣 就在這幾天 得到隔壁的腸病毒 機率非常非常的低 所以人類是沒有辦法 就是比較不會 就是得到兩種病毒 如果說住太久就會 譬如說我的病已經都快好了 所以我的免疫系統已經 警戒性已經消除了 這個時候如果隔壁 來一個新的腸病毒 那有可能 所以當醫生說要出院 就趕快出院 不要說我再多留個一天兩天 很有可能那兩天 你就得到別的病 所以基本上砲疹病毒非常常見 我們在座如果有人去驗 可能至少有一半的人身上 帶了砲疹病毒 跟你自己不知道 還有一個提醒大家 不要把這個人類砲疹病毒 跟那個袋狀砲疹搞混 是不一樣 袋狀砲疹是你小時候得到的水痘 你小時候得這個人類砲疹病毒 很慘 老了就是變那一顆 就是兩種是不一樣的 外面現在還有人 前幾天還有人聊天說 那皮疹 刮一下 我說是 我說你有沒有看 你有沒有看我民宿 這個已經講了八百五十六遍了 他也不知道耶 所以知道一圈沒關係 掌掌看嗎 我就得過帶狀砲疹 有懷過 我懷壯過 對 對 對 而且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我一開始的時候 是因為拍戲的時候 因為我就是平常拍戲 然後晚上我要做 賣三明治在夜市 一定累 然後那時候太累了 就是免疫系統失調的時候 我就長在腿上 他說哇 這個夜市可能太髒了 所以跳蚤咬 當天下午的時候我就看到 這個跳蚤很有規律的 就這樣咬 咬 咬 一整排 這個跳蚤很有紀律 這樣子咬我這樣子 就是一條這樣子上來 規律 對 然後他就說 你完蛋了 我說怎麼了 你這個是 然後他就開始嚇我 就是瓜哥 你跟他講 你這個長一圈 你就完蛋了 你就死定了 我說真的假的 那怎麼辦 我去看醫生 醫生說 這個就是帶狀砲疹 其實長一圈它是不會長到一圈的 但那時候長在小腿上的時候 又癢又刺 而且那個刺是從裡面 我形容不出來 就不是表面那種刺這樣子 電到的刺 對 那個時候 差不多半個多月的時間 就是醫生叫我好好休息 然後用藥給我擦這樣子 然後睡覺的時候 因為他碰到會很痛 所以我把它跨在枕頭上 整個腳懸空 但是整個晚上懸空 太久之後 因為我膝蓋是這樣彎 但為了我懸空的話 它臂也有點反折 我睡起來的時候 我發現我腳有點折不回來 就有點反凹了這樣子 對 而且那時候 兒子那時候還曉得 從我腳上這樣爬過去 差點斷掉 差點 你那個不會消失 它在裡面 只是潛伏在裡面 那你現在另外再新長 那另外新長的 那我還是 作息正常一度好 因為我看過 有人長的那個位置 長在頭上 對 它整個頭都要剃掉這樣子 然後還有 我剛是長到這裡眼角 我一個親戚長到這裡 好痛喔 長到眼睛這附近 全身都會長就對了 都會 因為你的抵抗力太差 因為他也生過病 所以抵抗力就很差 我剛好我的小孩 最近班上有同學水痘 我們以前對水痘的概念就是 就是長得很誇張 長到臉什麼 但因為現在這一世代的孩子 通通都打過水痘疫苗了 所以他們長水痘 常常一開始也是會被誤診 長幾顆有點癢 一定都把它當濕疹的 蚊子咬 叉叉藥 然後過幾天越長越多 大概長到第10顆 第20顆的時候 有經驗的兒科醫生就會覺得 這不太對 這個應該是水痘 那這些孩子 不會像我們小時候一樣 發高燒什麼都不會 那重點來了 就是他今天要跟老師講 那就是說我小孩得了水痘 那其他的小朋友就很驚慌 每個人都很慌張 想說那會不會傳染啊 那他們就會問我 就在群組裡說 這個同學的爸爸是醫生問一下 我就說 對... 傳染這個孩子發病的 接觸三天內都可以趕快去打 這個第二劑的水痘疫苗 譬如說班上同學 A同學得了 那身邊所有的親朋友 三天內你們去打疫苗 應該就不會發病 所以我就叫大家趕快去打 我兒子光線病毒 在幼兒園的時候就得了5次 5次 對 那其中有3次住院 對 那他住院的話 是因為他有合併那個化膿 就是到扁桃縣化膿 對 然後因為他已經腫大到 他沒有辦法就是 可以很順利的進食 所以他會一直吐 這個症狀剛開始的時候 其實都跟一般感冒很像 就是會先有輕微的發燒 可受流鼻水 所以我就會先帶他 到一般的診所去看醫生 那醫師也是就是開藥 讓他就是正常的吃藥 可是他通常回去的那一天晚上 他就會就是開始慢慢體溫往上 燒到41.3度 最高 對 所以我就趕快帶他到大醫院去 那醫生一開始會認為說 可能有流感的可能 所以會幫他做一個流感的快篩 對 但是發現不是流感 所以就在幫他做一個 腺病毒的快篩 對 那腺病毒快篩就是 醫師就告訴我們說 對 他得的就是腺病毒 因為他就是腫大 所以他躺著的時候 醫師是告訴我說 他是鼻涕會逆流 塞在這個呼吸道的地方 所以他如果喝藥的時候 那個鼻涕往這裡塞的時候 他就會吞不進去 所以他會有反射性的嘔吐 對 所以他吃不進去的話 就變成燒沒辦法退下來 也不願意喝水 然後就有一點脫水的現象 所以就是醫師就會建議住院 施打抗生素 對 那在這個住院的過程中 他的體溫就是 一直都是往上爬 可是到了大概第三天 第四天的時候 體溫就會開始慢慢往下走 那醫生就告訴我們說 這個病程大概就是要5到7天 就像黃醫師剛剛說的一樣 就是真的是燒酒機 一般沒經驗會不會覺得 那些藥沒消就嚇死了 對 我第一次 我真的是慌張到就是 三天還沒降溫這樣 對 很可怕 非常可怕 而且小朋友就整個燒起來的時候 是會抖到整個唇齒 會打架的那一種 所以我就到醫院去的時候 小朋友也是一直燒起來 但是給他藥他不見得會退到 一般正常的體溫 大概就是頂多退到38度半左右 所以醫師就說這樣子的狀況 就是要讓他這個病程 就是慢慢的把他走完 可是妳講的是 妳反覆這樣幼兒園5次 對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他腺病毒好像醫師是告訴我說 有比較多型 那他有那個 他得過 就是整個眼睛會腫起來 烘烘的 腫腫的 然後也有得過那個就是 他腺節磨熱是去游泳後回來得到的 對 然後再來就是 那個合併化膿的 扁桃腺化膿的那一次 對 那扁桃腺化膿他就兩次了 那兩次都 我覺得 差不多 那他的抵抗力是比較差嗎 為什麼會這樣一直 對 他抵抗力確實比較差 因為任何像腸病毒 梅漿菌 腺病毒他都得過了 現在幾歲了 他現在一年級7歲 有比較好一點嗎 有 因為現在學校都有 強制要戴口罩 然後 對 而且他也害怕生病 所以他自己現在洗手的觀念 越來越好 抵抗力這種事情 真的是平常打底 你們只要聽到任何 譬如說要吃水果 然後一生病趕快吃都來不及 一生病 維他命D不趕快曬太陽 其實這些都研究告訴我們 已經生病了 你再做這些事都沒有用 就要超前部署 就這樣吃起來 你就要健康的飲食 對 其實腺病毒其實 感染力非常的強 所以這個小朋友 大概3歲左右 爸爸帶過來 然後來的時候就說 耳朵有點不舒服 然後喉嚨痛 然後有一些感冒症狀 然後他就 我就看一下 有中耳炎 其實6歲以下的小朋友 其實只要感冒 其實很容易就會有中耳炎 很常見 其實小兒科看一看 有時候就會中耳炎 然後另外他有一個很特別 他頸部有個腫塊 大概2公分左右 然後我們判斷大概是 對 然後小朋友就過來看 然後我看說眼睛也紅紅的 還帶有睫膜炎 所以這個部分醫師看了 然後再看到扁桃腺 有一些小白點 也化膿 他也覺得喉嚨很痛 吞咽有點困難 然後我們其實醫師判斷 就會覺得說 這個非常像 然後再問一下 結果他爺爺奶奶 在前幾天也都有感染感冒 也是有睫膜炎的問題 然後爸爸帶他來對不對 爸爸本來沒有要掛號的 然後就看他 你怎麼眼睛也紅紅的 他說你可能也被小朋友感染了 因為他傳染力非常厲害 所以我就說爸爸 你也掛號一起看 然後其實腺病毒 我剛剛提到說 醫生可以直接靠這些症狀 就可以八九成可能判斷說 這個就是很像腺病毒感染 其實病患不用特別說 我一定要快篩或幹嘛的 但是我們現在有快篩 也是可以好好判斷 就像剛剛黃醫師講的 他其實是腺病毒 結果他很怕是腸病毒 結果被關到腸病毒的病房 所以我們可以幫他快篩 如果他願意 現在都很好 像我們也都 我們耳皮膚科常常在快篩 像包括流感 腺病毒 你所謂快篩是弄完大概多久可以 新冠肺炎這些都是用這個 就是我這邊有帶一個這個Sample 就是它其實是像這樣 我們一般我們可以 對 從鼻炎槍 要塞進去大概七 八公分 七 八粗分 現在你看 現在這個 做得比較好 很細 可能要抓一下 這個篩檢大概時間 大概就是10分鐘到30分鐘 就可以知道答案 就可以知道答案 對 所以這個快篩 其實都有它的用途 COVID-19可能就是要在急診 特殊的地方 因為你竟然懷疑它了 你就不能在一般門診 去做這個篩檢 因為他如果去篩 他已經要全身 對 要全服裝 對 外篩出來有 你看我 我看你 尷尬了 其實除了腺病毒 就是傳染力很強之外 其實流感病毒也是傳染力很強 之前遇過一個30幾歲的女性 差不多是冬天的時候 就被他先生帶過來掛號 我就說怎麼樣不舒服 然後就說發燒 然後自己在家已經有吃普拿疼了 我說你家裡有沒有人生病 他說他小朋友5歲 就前幾天才流感確診而已 我就說 我就幫你做篩檢 篩出來真的就是A流 我就說 我就給你開客流感 然後他說醫生 我很不舒服 可不可以在這邊休息 我就幫他順便就抽個血 檢查一下 照個X光 X光很乾淨 抽血就是除了發營指數稍微高之外 其他指數都正常 我就交班給學弟 我就說這個女生30幾歲 其實也都還好 反正她舒服了就可以回家了 藥都已經開好了給她了 結果隔天我來接班的時候 一看怎麼那個太太還在 然後他先生就在旁邊陪她 然後就跑過去看 我說你還沒有回去 他說對 就是還是全身很痠痛 我說流感本來就會全身很痠痛 然後他說可是我還在發燒 還會再燒個三到五天 你可能還是要吃客流感 然後說 然後我就看到他在跟他老公聊天 就一邊在追劇 就用手機在追劇 很容易 我就想說 我急診床都已經快不夠躺了 他是不是要回去一下 然後就幫他聽一聽 本來想說他聽一聽沒事 就趕快勸說 道德勸說他回去 就會聽不太對什麼 聽起來兩邊有一些彈音 病程好像有點變化 我們再照一張X光片 點了X光片看我就嚇一跳 兩邊廢全部都白掉 才一天就變了 對 然後到那一天晚上11點多 病人就喘喘喘 血液開始掉 掉到80幾 真的 變化超級快 我就跟他說 那就是可能要插管 接呼吸器 住交互病房 跟他先生說 有什麼事情可能交代一下比較好 大部分病毒其實是靠 自己抵抗力 流感其實有客流感 我們那時候 增激的客流感也用上了 可是他還是整個肺部發炎 反應非常的快 有的時候是病毒的感染 有的時候是病毒感染之後 你自己的抵抗力 在攻擊自己的器官 有時候病人不一定撐得過去 甚至上葉克膜 我之前也都遇過 上葉克膜還是死掉的 後來家屬就在那邊講... 在急救室裡面 然後我們急救室護理師 在旁邊聽聽聽 聽到在那邊哭 不過這個太太後來運氣還不錯 接了呼吸器 住交互病房 她後來還是多床器官衰竭又洗腎 不過差不多一兩個禮拜之後 是痊癒出院 你也說得比較快 你聽說他要... 對 我還在還準備結束 對 外面常常聽到說 前幾天看好好的 怎麼突然就突然好想 不過這邊他講話的語氣 好像是那個人已經不在了 所以這個故事也要提醒大家一下 眾多的病毒感染有一個特色 就是大部分是沒有藥的 沒有藥我們就認了 我們沒有藥就靠自己的抵抗力 但是有些是有藥的 就是 像我們知道最近新冠病毒的 抗病毒的藥物 每個研發到後來都說沒有效 就是因為你到很後面才給 通通都沒有用 流感也是一樣 所以如果今天兩個老先生 老太太住在一起 其中一個已經得了流感 已經確診了 麻煩另外一個可以找醫生 吃預防病的抗病毒藥物 你不要等到你自己發病了 才來吃藥 所以家裡有免疫不好的 通常一家子有一個人中流感 我說把你們家全部的名單都告訴我 哪一個要吃藥 趕快去找嘉義科醫師拿抗病毒藥物 你早點吃 你有預防 你就不會走到要插管或是等等 所以這個大要提醒大家 我們這個節目做那麼久 某些部分是叫預防醫學 真的 胃病防病 乙病防變 那越來越糟糕 要防止它 所以接下來看 你的肝有問題嗎 你看有瀑布超音波的 有泰爾蛋白的 還有GOTTPD 還有TUBS的 有啦 東森台 我想這個命題說 你的肝有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常常會在門診 接到病人說 蕭醫師我肝有沒有問題 你假如要回答這件事的話 最少要做這幾樣檢查 因為第一個 GOTTPD只代表你肝有沒有發炎 它是一個發炎指數 後面那個胎兒蛋白跟超音波 是看說你的肝有沒有腫瘤 不管是你喝酒造成的 或者是脂肪肝造成或BC肝 都會GOTTPD都會高 所以這個就是一般廣泛講的說 所謂的肝臟發炎指數 或者我們講的肝功能 就是指這兩項 但是你不能只驗這兩項 因為有些人這兩項正常 可是肝可能已經產生腫瘤了 所以一定要把胎兒蛋白 跟超音波做 這個看得到腫瘤嗎 可以 有些人說我抽血了 胎兒蛋白不就是一個肝癌指標 對 不行 因為有三分之一的肝癌 胎兒蛋白是正常的 我講肝病的三大檢查 就是第一 我有沒有發炎 GOT GPT 第二 我肝臟有沒有腫瘤 就用胎兒蛋白跟超音波 這是一類 最後一個就是 我到底有沒有病毒感染 剛剛他們講的那種腺病毒 那些都是急性的 可是BC肝病毒比較聰明 它會跟你跟在身上幾十年 因為它慢性感染 就在住在肝裡面 住了幾十年 你一定要檢查才知道有沒有 所以你要問說你肝有沒有問題 第三大項就是我到底有沒有BC肝的感染 那時候你就測一個 B肝的表面抗原 跟C肝的抗體就可以了 我知道瓜哥一直在看那個 這個 很像TPPS那個 是不是 小於9.8 那個是講病毒量 因為B型肝炎被感染以後 它體內不一定有病毒 有時候病毒是測不到的 C肝也一樣 所以一個BC肝的患者 他還要特別驗 我到底體內有沒有病毒 那是很重要的 假如你只是代言者 你的風險就比較小 但假如你的病毒越高 你得到肝硬化跟肝癌的風險 就直線上升 對 所以這三大檢查缺一不可 這個我大概打了 起碼25年以上的之前 出來的時候我就打 三個月打一劑 三個月打一劑 對 它大概是現在打 過一個月打第二劑 再過五個月打第三劑 然後再去看有沒有抗體 對 其實像瓜哥打了20幾年 可以再測一下 抗體還有沒有 這要補答 不過還有一個我們比較擔心 周遭朋友很愛喝酒 喝20幾年 30幾年 他要去做檢查吧 如果喝20幾年 一定要做一下檢查 可是他死都不檢查 真的 有很多人是躲避 他說我身體不舒服會告訴我 我現在好好的 對啊 那我有個問題 到底要在什麼樣的狀況下去 檢查肝 因為肝不是不會痛 也不會有反應 什麼情況這樣 對 有空的時間就要去檢查 我覺得我現在什麼事都沒發生 我就要去做肝的檢查 那就是健康檢查 既然他不會痛 他怎麼會告訴你 等他痛你也來不及了 對啊 所以就很納悶 對啊 所以事實上 因為我們台灣地區 我們以前講說肝病是國病 是因為B型肝源代源者 實在是太多了 15到20% 所以每一個人都希望知道 都希望說 你一定要知道自己有沒有B型肝 所以本來就是希望你越早去做檢查 76年以後出生的小孩 每一個出生大概一個禮拜之內 都會打B型肝疫苗了 所以現在B型肝代源 你們這種年輕人就越來越少 可是76年以後是 以後出生叫新台灣人 我們舊台灣人就很多B型肝代源 因為我公公跟婆婆都是肝癌走的 所以他們就說是不是遺傳到 女兒的機率會比兒子大 B肝 吸肝是傳染而來的 對 所以中平已經從他媽媽產道 離開很久了 所以不會再被爸爸媽媽 不會傳染 是這樣子 對 那你也沒有B肝 他也沒有B肝 你們兩個也都沒有吸肝 如果有一天他有B肝 表示你要查他的手機 這個比症癌是還嚴重 還是還嚴重 還是說他又可能會找別的慘道 因為 可是 得不他的基因你也夾帶了父母親的 不會嗎 因為他都驗過了 所以表示他爸爸媽媽沒有把這個病毒給他 因為我認識了一個朋友 他爸爸媽媽兄弟兄弟幾個都死於鼻竿 肝癌 他也得過肝癌 他只是還活著而已 對 你知道嗎 他的基因就這麼強 B肝會母子的垂直傳染以外 你假如家族裡面有兩個肝癌以上 表示你的基因確實比較容易得到癌症 那個風險是兩三倍 今天就這個問題 我大概舉個例子 我有一個病人他60歲 B型肝炎 他乖乖 大概每半年都會來做一次檢查 檢查的時候一定會GOD GVT 胎兒蛋白 超音波 這是一定驗的 過了兩年以後 有一次一看 看到一個兩公分的腫瘤 後來電腦斷層之後 確定是肝癌就開刀了 他開完刀回來一直問我說 我都每次檢查GOD GVT都正常 我為什麼會得肝癌 我說你有一樣東西忘了驗 就是病毒量忘了驗 為什麼我沒有幫他驗 是因為假設你GOD GVT正常 健保署並不會同意 用健保資源幫你驗病毒量 所以那個時候是要單點 因為套餐只有上面那三項 健保給付的套餐只有那三項 所以下面那個病毒 其實即使你肝功能正常 你也一定要知道 我體內有沒有病毒 驗一下 假如說有病毒的話 及早治療就對了 對 那個治療 你把病毒壓下來 你罹患 肝硬化 肝癌的風險 就會降非常的多 也就是你如果 換一處這兩樣十點多的話 你趕快吃藥把它降下來 對 但是這個是要抽血出來的嗎 抽血 對 抽血用PCR 一驗就知道說你體內 像剛剛我剛講這個病人 他後來一驗 他每一CC的血液裡面 有一億支以上的病毒 超過一億 抗病毒要滿厲害 一吃病毒就壓制下來 他沒有辦法根除它 但是可以控制 之前是遇過一個病人 他40歲 他跑來急診 他說醫生我最近吃不下 我看是不是要做個胃鏡 我說你要做胃鏡 你要不要先抽血檢查一下 我覺得你看起來有點慌膽 搞不好你肝臟在發炎 他說怎麼可能 他40歲 他說他逼肝帶遠 他說要半年就去驗一次 半年就去驗一次 每次指數都很漂亮 怎麼可能得肝癌或什麼 我說你有沒有在喝酒 也沒有 生活就非常規律 我說好 檢查一下 如果真的肝指數都正常 要還是不舒服 噁心吃不下 我們要做胃鏡再來做 然後他才答應要抽血 結果一抽下去 肝指數其實輕微的上升 可是那黃膽其實 就已經上升上去了 其他指數也正常 我後來就幫他做了超音波 做電腦斷層 確定是一個腫瘤 就是肝癌 他就一直覺得 怎麼可能我很乖 他說他生活很規律 很正常 而且半年抽血一次 其實就像蕭醫師講的 你不是只有抽GOT GBT而已 你還要做超音波 去做檢查 做他的蛋白 如果大家真的覺得 搞不清楚到底要檢查什麼 麻煩請找肝展腸胃科 不要去檢驗所 即使他是你的好鄰居 3分50抽一下 那個東西的沒有那麼準確 我們以前在讀書的時候 書上寫得很清楚 一旦被診斷肝癌 後面壽命只有3到6個月 我們都覺得很疑惑 因為從我們開始當腸胃科醫師 就去開始 病人都活得還不錯 因為開刀都開得很好 我們就問老師 他說因為以前沒有在做超音波 所以教科書會那樣寫 所以現在明明健保局都有給付 你每半年做一次超音波 你可以在很小科就找到了 因為一旦超過3公分以上 有時候就會像剛剛那個病人一樣 一壓到膽道 所以就會產生黃膽 事實上那對育後很不好 以後也非常容易再復發 所以你只要自己是BC肝 或者你肝功能異常 每半年真的乖乖來做一次超音波 非常重要 接下來我們看下面一樣 HPV可能引發疾病 這種病幾乎會讓情侶都吵架 對 而且以前可能我以為只有子宮頸 現在發現口腔癌 陰莖癌 菜花 外陰癌 肛門癌 都有可能跟這個病毒有關 是的 HPV可能引發疾病 也可能引發家庭問題 對 但是剛剛我們講到 其實BC肝的部分會增加肝癌 那HPV為什麼那麼恐怖 就是因為它也是會增加癌症的機會 因為這些病毒很特別 大概有一百多種 大概會有幾十種會傳染給人類 那它又分成低危險跟高危險 那為什麼這樣子區分 主要就是它造成的疾病不同 低危險的會造成 病毒油的狀況 那過去我們在節目上也很多人在分享 所以這個病毒有不見得是 長在外陰的部分 尤其是長在手上 長在臉上 長在嘴巴 附近 都有可能甚至長在口腔 咽喉的部分都會有 那另外的話 高危險的部分就是致癌的風險高 那其實 所以底下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個底下 HPV分成好幾個 不同的位階這樣子去看 其中最高風險的是16 18 因為他們的致癌機會最高 那以16 18 對子宮頸癌這個癌症來講的話 大概會有七成左右的一個相關性 剩下大概兩成多 是跟中風險的這些HPV有關 那所以在可以做檢查的狀況下 其實就滿重要的 那大家說 我們在國健署的部分 每年有幾副這個 子宮頸癌的篩檢 是做那個 我們做子宮頸的抹片 那跟這個檢查有什麼不同 HPV的檢查的話 我們做的方式一樣 跟抹片一樣 是在子宮頸的周圍 去磨取那些分泌物的部分 但是我們直接驗 裡面這些分泌物 有沒有HPV病毒的DNA 有的話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它將來是否得到癌症的風險 高或低 那我舉一個案例來講 那之前有一個是26歲的女生 來我的悶症這樣子 那她說她是反覆的陰道發炎 可是她有看過我們節目 知道說 反覆陰道發炎 其實有可能會跟一些 婦科的疾病相關 所以她就說 她要做子宮頸抹片 那我說 那你既然要做抹片 要不要順便驗 人類乳涂病毒 她說好 那我就去做這樣子的檢查 那隔了兩個禮拜回來看報告 哇 她真的有病毒感染 而且是16型 16型就是我們知道 它致癌的機會最高的 所以依照準則來看的話 它的抹片是正常的 有發炎 抹片我們如果收到單子 它會寫正常發炎 或者是有一些細胞病變 那個年輕女生的話 她的抹片報告只有發炎而已 可是就有這個16型的病毒感染 接下來怎麼辦 就要直接做切片 切片下來是一個 才26歲 但是 原胃癌大家聽起來很可怕 好像以為是癌症 不是 原胃癌是細胞像是癌症 但是它還沒有突破 我們肌底膜這個最後一道關卡 只要做局部的手術 就可以治療完全 所以後來就是幫她安排 做了一個椎狀切除的手術 就把這個有病變的細胞 全部切除乾淨了 她就打了 這個疫苗的部分的話 如果大家有聽過的話 在一般公衛上施打 有所謂的兩架疫苗 在自費的部分 有四架疫苗跟九架疫苗 就是看她防了多少種的病毒 兩架疫苗 她防的就是16 18 這兩個風險最高的病毒 四架疫苗是加上了低風險 所以她可以預防菜花的部分 九架疫苗 就是我們看到中間 這些中等風險的部分 她也加上去 那為什麼說 打九架疫苗 在台灣其實很重要 那原因是因為 其實我們的中研院 有做過研究 在台灣 在台灣 這些癌症的病人裡面 驗到16 18型的感染機會 大概是50而已 大概有3到4成 是後面我們看到5258 這兩個型別 所以我們又把它稱為 叫做 所以在台灣 你如果光是打4架 或者是2架的疫苗 你可能 打9架的疫苗 才能夠把這個保護力 提升到9成 因為我處在一個 比較高壓的環境下 所以其實我是 給自己很多的壓力 本身就有大概像 10年的復刻病患 我在想也有可能是 剛剛醫生說的這樣子 就可能他只是初期 那某一次 我去做了某片檢查跟HPV 因為我每年都會做一次 然後做完了後一週 醫生突然打給我說 你要不要馬上回整 因為你的檢查有一點問題 所以我想說 天啊 怎麼會輪到我中獎 我該不會已經怎麼了吧 到了醫院醫生說 我必須要幫你轉到大院所 去檢查 因為你得的是 31型的病毒 那算是滿高的 然後我就想說 天啊 怎麼辦 我這樣之後 我小孩還小 然後醫生幫我預約 是一個多月後 這一段時間就是很難熬 所以就邊開車然後邊哭 然後想到就想說怎麼辦 我小孩怎麼辦 那到一個多月後去檢查的時候 其實是做了子宮頸的檢查 然後因為他旁邊會有螢幕 就是那個monitor 會讓你看到你自己的子宮頸 然後醫生進去的時候 他說 其實你這個還滿平滑的耶 應該沒有什麼大意狀啦 那如果你三天 我們三天會打電話給你 如果沒有什麼問題的話 那你就可以去慶祝了這樣子 然後就等了大概一週 都沒有電話來 到現在都沒有 然後說那應該沒事了 所以之後我就 醫生是交代我說 大概半年 大概三年內 都要每半年去檢查一次 然後避免它會再度發生 然後再來就是 情緒還有就是生活作息 這樣要保持正常 然後不要那麼容易緊張 然後就再打酒駕疫苗 這樣子可以避免那些問題發生 像剛剛講的 都已經被診斷出來才打疫苗 當然是亡羊捕牢有未完異 可是其實在那之前 我們都已經在9到14歲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鼓勵這些女孩 男生也是 就是你可以打子宮頸癌疫苗 保護你的未來 而且9到14歲打有個好處 就是你只需要打兩劑 這個案例其實是兒科 4歲的小朋友 然後每天這個越來越沙啞 越來越沙啞 然後就一個小小小女孩 講話都有咽嗓這樣子 結果她進去一看 就是剛才講的這個HPV的這個 對 就是裡面是一個 對 是一個瘤 對 那怎麼來的 就是她媽媽出生的時候 帶給她的 因為經過產道 所以那病毒就種在她的身帶上 經過了4年漫長的養之後 她就養成了一顆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你打疫苗 有時候真的不是只有保護你自己 也保護了你未來可能會生的小孩 其實這個HPV 它其實也會在我們的口腔 剛剛像黃醫師講在 已經在喉嚨的部分了 其實口腔也滿常見的 就可能跟性行為有關係 然後我這個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案例 50多歲男性他來的時候 他就是說我鼻塞 然後常常插鼻孔 左側鼻孔會有一點點血濕 然後摸好像摸到一塊東西 然後我就用鼻鏡 一打開就發現 裡面有一個像花椰菜的東西 上面有一些血濕 鼻子 對 鼻子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已經大概快1.5公分了 然後這個其實 可是它怎麼跑到鼻孔裡面去 它就摸來摸去 就挖鼻子這樣 對 然後再挖 摳到傷口它就會感染 這個乳塗流 我們最好的治療方式 其實就是要把它切除乾淨 你要切除乾淨 然後加上電燒 包括生殖器的也是 其實它還是有很高的復發率 其實也是要定期回診 回來看 接下來看到 細菌感染孔致命 驗氧菌聽起來也是滿厭世的 是喔 現在就是上面列出來這個菌 大概是我們比較常見的幾個菌 當然其實很多不同的細菌 它會分別在身體上 會就是造成不同地方的感染 基本上我現在列出來這幾個 像大型感菌 然後驗氧菌 金黃色葡萄球菌 煉球菌 綠濃感菌 是幾乎在全身上下 其實你都可以找得到 一般來講 我們在整形外科比較常見到的 就是傷口感染的部分 我有一個案例 它是一個比較嚴重的狀況 就是說 它是一個中年男性 然後它本來是有甲溝鹽 在它的這個大腳趾的部分 然後它又有糖尿病 血糖控制又不是太好 甲溝鹽它有可能是 細菌再加上美菌的感染 指甲看起來是比較往內折的話 會建議到醫療院所去 然後把它翻出來 因為如果說你 收剪指甲的方法有問題 剪到太裡面的話 尤其是我們使用的指甲檢 又不乾淨的話 常常就會導致 就是甲溝鹽更嚴重 那一個病患它是比較慘的是說 它糖尿病血糖控制不好 然後甲溝鹽它自己也不去尋求 一個正規管道的醫療協助 它自己就在那邊 就是想要把它的指甲翻出來 然後最後它就大腳趾嚴重的感染 然後這個嚴重感染的狀況 是已經就是不斷的往它的足背延伸 然後最後到了它的小腿 就形成了很嚴重的壞死性筋膜 裡面 大家可以看那個比較驚濕的畫面 可以看到它整個小腿 已經全部的皮膚再加上筋膜 其實已經全部都已經壞死了 甚至往在更上 我們不太敢用彩色的 因為太血腥 所以用黑白妳又看不懂 這個感覺是一種線條 好像那個豬肉飯裡面的攤商 其實瓜哥這張照片 老實說它不是血腥 它應該算是噁心 現在看到了 已經是它的骨頭跟肌肉 都已經全部被一模切開 是已經切開來了 所以旁邊會看到一些 黑黑的那些部分 是它的皮膚已經全部都壞死 然後它的肌肉 已經全部都曝露出來的狀況 早餐的培根 不要這樣子 培根好了 像我爸爸之前 他就是車禍 然後他的傷口很多 他就會想說 這上面流濃 然後又髒髒的 所以他就想說要把它曬乾 這樣子會好得比較快 所以那個醫生幫他包紮的那些紗布 他全部都拆掉 對 結果殊不知更嚴重 因為他可能就會去碰住 他的棉被 他的褲子 髒東西就會碰到 一天而已 就瘋窩性主性 通常很多人都會 所以說是不是傷口 讓他通風比較好 這是錯的 譬如說你的傷口面積比較大的 或者是說你自己本身 如果是一個免疫力 比較低下的病患 還是會建議你傷口要用紗布蓋好 然後就換好藥 紗布蓋好 因為如果你去接觸了 譬如說髒的東西 或者是像譬如說 棉被什麼的 隔來 隔過去 這些都是很容易造成傷口感染的 腸道菌 腸道菌分三類 好菌 壞菌 還有中性菌 其實腸道 腸道是我們人體 滿特別的一個地方 因為它是 唯一被允許 有細菌存在的身體的體質 事實上那個好菌 假如說好菌比較多一點 就是正常的比例的話 中性菌也表現得正常 可是萬一這個比例失衡 壞菌增加20%以上的話 慘了 中性菌會表現得像壞人 死過我大病 對 那是牆頭草 牆頭草兩面倒 哪邊多就會倒過去 可是偏偏是 隨著年齡的增加 好菌會逐年下降 還有第二個 小朋友常會 我們去抗病常會用到抗生素 抗生素一用進去 殺到這個 對 它殺壞菌 好菌也一起處理掉 所以整個我們叫 腸道菌蟲會被改變掉 但是這個一旦失衡 會一堆問題 像腸肉症 什麼感染 全部都會出來 所以我們人體也很聰明 我們不見了70%的免疫細胞 在腸道 就是要處理這些菌 讓它不要去侵犯到 身體的一些 其他的系統